三元九运是中国划分大时间的方法,自古遍记载于黄历上,并结合该智力使用,多用于风水学上。 下元为七运1984年至2003年,八运2004年至2023年,九运2024年至2043年。 当国运进入八运2004至2024以后,八运是左复兴,五行熟土,代表行业是地产、工程、美容、农牧业等相关行业,尤其是房地产的繁荣,大家也都有目共睹。 八运对应周一八卦中的是震土。 更为少男,适合年轻人的旨意,将如雨后穿损一般不断涌现,各行业、各领域的掌舵或领头人,会出现年轻化的趋势,年轻的男性比较容易获得成功。 娱乐圈中的一批小鲜肉,尤其具有代表性,90后甚至00后,都已开始展露头角。 未来2024至2044年是九运,九运对应周一八卦中的是黎卦、五行熟火。 最明显的,便是文化产业的大发展,思想、教育、影视传媒、文化传播等极大繁荣,传统文化重新受到重视,言论愈加自由,并且思想当权、文明当权。 不只会有更高的科技发明与创造,也会有大的思想家出现,是大的上层的改革变法时期,法治也逐渐健全,公民社会意识开始成熟,这些在进入离运前就会有所体现。 便会写现,体制改革与政治思想、教育的进步的现象,现在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发展,和软实力的提升。 五行熟火的行业是电子行业、高新科技网络、信息通讯、医药、石油开采、电力、天然气、化学、太阳能、心理学、心、眼科技工作者等、繁衣灵魂有关行业,都是此后二三十年的当运事业,有新人可以从现在开始未雨绸缪了。 因五行水客户、贸易、物流、交通运输等熟水的行业将发展迟缓,而火车金、机械、钢铁、有色金属等行业也将受到一定阻碍。 我生土,所以在2044年前,房地产失去原来的光彩,尽管没有八月的辉煌,但是依旧平稳发展,更远到暴力时代过去了,更趋于稳健增长以及理性的消费,因此买房的人要更加理性。 离为中女,中年妇女会有十分大的发展空间,地位也有非常大提升,女人就也明显比男人吃香,妇女开始逐渐掌控财权,开始失财年的天下。 而且,离婚率上升,大多数是女人先发智人,这些在目前已经开始苗头出现了。 据此可断言,2024至2044年这二十年里,中国更多中年女人在各个行业出类拔萃。 在身体上,离代表眼睛和心脑血管。 由于科技的发展,人们喜欢玩手机,或在手机上阅读或写作,或者随着虚拟眼镜的普及,人们的眼睛所受的伤害将会越来越大。 因此,在离运中,眼睛近视,散光,甚至各种眼疾将进一步蔓延,将更加严重。 到时候,各种眼科医院将人满为患,近视眼镜,眼药等产品将更加畅销。 离为文化,所以未来二十年,文化将高度繁荣,或许会出现一个新的文艺复兴,会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。 各种文化思潮将会在碰撞中逐渐融合。 不论是传统的国学,还是各种外来学术,都会异常火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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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